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一款军刺 五十六式冲锋枪三零刺 用于五十六式冲锋枪和五十六比一型折叠脱步枪 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刺刀 刀身零化处理 三令型 尖端成平口螺丝刀的形状 短小强悍 可以和六十三式步枪枪刺通用 五十六式可现实刺刀 五十六式可现实刺刀 是我国解放军早期装备的刺刀 自从仿造了苏联的AK-47以后 这款刺刀也是照办了AK-47的刺刀原样制作的 五十六式三零刺刀 五十六式军用军刺 是五十六式步枪的刺刀的早期型号 包括五十六半和部分五六字 由于使用零化处理表面代替了考栏 六十三式三零军刺 三令刮刀是刺刀 大打提高了枪刺的强度 刚度和刺入深度 仅用于六十三式自动步枪 是中国步枪最后一种折叠枪刺 已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八十一式第九一多用途刺刀 为了改变八十一式七点六二毫米 自动步枪匕首式刺刀的不足 我国参照美军M9 为八十一式步枪 试制了第九一多用途刺刀 中国八十一式刺刀 这款中国独有的 有着令人生畏的刺刀血藏的刺刀 至今仍装备着中国的绝大部分军队 八十七式多用途刺刀 装备我过八十七式步枪的刺刀 改刀除具有刺刀功能外 还有匕首 钢锯 钢丝剪 罗冰棋子 罐特刀等功能 由于八十七式自动步枪装备量稀少 所以八十七式刺刀十分罕见 九十五式刺刀 九十五式刺刀与美军M9刺刀相似 外观主要区别是刀柄 九十五式仿锤形 M9式圆柱形 国产五六S刺刀 装配在五六S步枪上 在随后根据五十六冲开发的一系列变形枪 外冒枪中 所配备的刺刀 都或多或少的带有AK的味道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